作词 李宗盛 《主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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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接下来叫我们热情的掌声 尤其今天的主唱 史诞 史诞 《主唱》 李宗盛 《主唱》 李宗盛 朋友们继续鼓掌好不好 来 来 加油 加油 老师多少几个不同的镜头 好吗 后位的演出可能是灾难 好不好 加油 好 谢谢大家 其实这个录制脱口秀专场 其实演出没什么区别 看脱口秀 任何脱口秀 没什么区别 新观众 旧观众 给他讲个诀窍好不好 看任何喜剧演出 记住四个字的诀窍 就会很开心 这四个字叫做降低期待 这个期待越低越好笑 今天这个演出好笑就笑 不好笑你就觉得 哎 比春晚那几个东西强 真的真的真的 哇 这个实在实在 你看第一个梗上来就 哇 这样 如潮水般的笑声 你看一看 哇操 我这个梗想了好久啊 这怎么样才能 专场发出去的时候 第一个就引起争议 叫攻击春晚 攻击全国人民都同仇敌开的东西 再给你们解释一下 我不是攻击我们同行 我是在骂岳云鹏 大家不要 传出去说 止 骂同行 同行已经为你们脱口秀进步 争了很多力了 真的 其实我觉得 这是我从始至终传递的观点 就是降低期待 人生真的是期待越低 可能越开心 拥有了越少 反而越快乐 拥有了越多 有时候越烦恼 我从自己身上这样得到的 我记得我人生啊 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应该是我家 第一次买电脑的时候 那是我上初一的时候 2001年 我14岁 然后 不要算了 1987年出生了好不好 每次讲的就观众 哎呦 范白眼了 哎呦 十四岁 1987年出生 南大山 红金的人山 我1990年出生 不要算了好不好 1987年出生 鼠兔不要算了好不好 百命年不要算了 双鱼座不要算了好不好 认真看演出 和你没关系好不好 不要算无关的东西好吗 我家第一次买电脑 是在2001年 不知道大家 那个年代 拥有过台式机吗 那个年代 就条件非常差 朋友们 那个年代 电脑上网 是要用电话线上网的 电话线 连一个东西 叫做猫 也叫做调制解调器 就可以上网了 你听一下 调制解调器 多么没有科技含量感的一个名字 调制解调器 听上去不像科技产品 像在法院里面用的 他们两个要离婚了 上调制解调器 来来来来来 电话线上网还有很多缺点 我来讲的最大的缺点 就是你一用电话线上网 你全家都接不到电话了 对不对 我爸出车祸 两个礼拜我家才知道 就是因为一直在上网 但还是很开心 永远了越少越开心 电话线上还有其他缺点 再讲一个 网速非常慢 我那年代喜欢周杰伦 想下载一首可爱女人 当时断断续续下载了五六个小时 平均速度是3.5KB每秒 你没听错是KB每秒 真的 而且音箱啊 声卡都非常差 我吓得吓得一听 我去 这是周杰伦唱的 还是我唱的啊 漂亮的 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和他新专举的水平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呢 现在是2001年 现在2023年了 科技飞速发展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科技 最领先的几个国家之一 但我很少看到有人为科技喝彩的 都是无奈叹息 每个人都是 我怎么才中iPhone13 什么是iPhone14 什么是iPhone15 什么是新款华为 什么是新款红米 红米就不要买了 华为可以支持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也这样欲求不满 前几天 过年的时候 我在家里下载一个Netflix纪录片 叫做美国工厂 不知道大家看过吗 是讲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 在美国密西根州建工厂的国 是很好的一个纪录片 我当时在家里下载速度是8.8MB每秒 蛮快了对不对 但我觉得 应该的 我给中国移动这么多钱 他就应该给我这个服 但突然他的速度从8.8 降到了6.8MB每秒 那麽就发飙了 我就受不了这个落差了 我就立刻上微博爱说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怎么怎么搞的 老子给你这么多钱 怎么突然降成6.8MB每秒 信不信我投诉你啊 中国移动也立刻给我回来 信不信把你降成3.5KB每秒 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落差没有比较 哪有的幸福快乐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爱情也是这样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诗人沐昕的一首诗 他说三十年前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一生只能练艺人 为什么三十年前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因为三十年前爱情选择少 就这麽简单 但是三十年前我爸只能找我妈 那个弄堂没有结婚的女人只有我妈 只能在一起 但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三十年后的今天 哇爱情的选择太多了吧 2023年 晚上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去酒吧 然后带个妹子来看免费的演出啊 很多爱情的选择三十年后 是哪个人是哪个人是哪个人 啊是那边对不对 就是说选择越多 人可能就没有对爱情那么性格的感觉 对不对 我就不要说了今天像他或者其他男生 或者带个异性啊 你喜欢的异性过来看 异性同性也可以 好不好都可以 好不好 他妈这就是2023年讲多个学生的难处 你至于把每个群体都包括进来 好不好 我生怕哪种还没讲对军 你站起来 什么你看不起我们之间的爱情吗 我们是不是更加廉价呢 在你眼中 Rainbow forever 好不好各位朋友们 但我想说的是 选择太多了 你带一个你喜欢的人 过来看Storm的演出 对不对 然后看完之后送他回去 哎再带另外一个人出来 玩的地方都选择就都 就打开手机 都是认识异性的新方式 嗯 2023年 大家知不知道一个软件叫做探探 没有人回答吗 怎么怎么 就就 我跟你说就这个一个女生在点头 就一个女生 指弹人都不知道吗 挺好 对挺好 不知道挺好 我讲个数据啊 我查了一下探探在2022年 他公布的用户 活跃用户达到2.5亿人 2.5亿人啊 然后我这个段子 在中国三十几个城市 讲过上海 北京 武汉 广州 成都 深圳 三十多个城市 就我和他两个人用 就我和他两个人 第一次遇见 诚实的观众 就我和他两个人用 其他人呢 什么时候探探 我还不知道呢 我这个摩托罗拉手机呢 手机竟然能上网 啊 朋友们 既然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探探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好吧 探探华东地区形象大神 好吧 探探就是一个认识异性的人 什么探探默默听的都差不多 然后他很厉害就是 你画他照片 他画你照片 你们就match配对照 就可以开始聊天了 对不对 然后他不仅这个功能 右上角还有个圈 圈里面有个数字 就告诉你附近的潜在的 还有多少人喜欢你 我们讲明白点 就是想上你好吗 我们讲明白点 9点多钟了可以讲明白点 好不好 是不是就是想上你 他喜欢你啊 他不仅告诉你附近有多少人 想上你 还告诉你啊 这些人离你有多近 1.83公里有一个人想上你 1.25公里还有一个人想上你 350米又有一个人想上你 你说人天天在这种诱惑下 怎么可能对爱情保持忠诚 不可能啊 出门都是来 谁想上我来来来 大家都来大家都来 大家都来大家都来 拥有了越少越开心 拥有越多反而越烦恼 我觉得年轻人天天阴谋的原因 就是选择拥有太多 然后让自己不开心 而且喜欢让一些迷信的东西来干扰自己的开心 我就要讲两个 一个是水逆 一个是星座 每个年轻人不开心 就是我水逆咯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什么事情都给水逆 有没有 哦突顶咯水逆 尿尿分叉咯水逆 孩子生出来不是我的哦水逆 每一个都是水 水逆其实是一种水星逆行 而形成的天文现象叫做水逆 水星逆行 mercury retrograde 你听一下啊 这就是杨普其的英语啊 你听一下啊 你身边有没有人在朋友圈永远在水逆的 有没有啊 朋友 如果你一年365天天天都是水星逆行的话 那那妈不就是水顺吗 对不对 有什么区别呢 那这两件事情顺和你啊 一个是水逆 还有一个就是星座 我以前很反感星座了 我觉得星座就是骗人的玩意 但我觉得现在 你要相信就信嘛 自求多福 但我很讨厌别人用星座来牟利 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号叫同道大叔 你们知道啊 同道大叔都知道 同道大叔讲星座了 他2020年那个号 微博加上公众号 一起卖给一个机构 卖了3亿人民币 朋友们 3亿人民币 你知道3亿人民币什么 概念嘛 你们知道嘛 我们可以请默默来主持2.5亿次 就这个概念好不好 3亿人民币 3亿人民币 一次多少钱算一下好不好 1块2毛5算一下好不好 这么挣钱这个星座 我也要研究一下这个星座 我研究两个礼拜我就研究通了 我现在就星座大师了 随便给大家讲一下 现场有没有 随便举手 白羊座的朋友有没有 可以就像白羊座 来这里有 这里有 后面都要 没事 放下放下 我给他讲一下白羊座的特点啊 白羊座有男也有女 他们热爱孤独 但常常又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白羊座渴了就会喝水 饿了就会吃饭 白羊座上完厕所喜欢洗手 哇好正确哦 竟然没有一个是错的 这是任何星座的道理 星座用了一个心理学的效应 叫做巴纳姆效应 意思就是你在广场上讲一句笼统的话 总有人会趋之若无地相信 这就是巴纳姆效应 其实我不反对你们心理学给别人解释问题 但赚钱真的吃下台湾看啊 还有个号叫陶白白你们知道啊 陶白白你们知道啊 男生听到陶白白 这不是七龙珠里面的人吗 这不是饺子的师傅吗 这男人都一窍不同的啊 我说我也兄弟们 我说写这个段子 这牺牲多大你们发现了吧 陶白白更加过分啊 我前两天查了一下陶白白预测 双鱼座下个月的运势 他说双鱼 双鱼 太累了 我前面已经演了一个半小时了 他预测双鱼座下个月的运势 他说双鱼座的人 下个月只要努力上班 到了月底 就会拿到工资 我觉得哇 就是年轻人不快乐 年纪大的人反而更快乐 拥有了少 我觉得我爸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他喜欢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酬炎 特别喜欢酬炎 今年65岁自称抽了55年上烟 牛逼吧 两个废 一个是牡丹 一个是大前门的牛逼吧 自己喜欢抽 还是喜欢劝我抽 我每次去见他 他说儿子来抽个烟吧 我一抽烟就被我妈逮了 我妈说小车了 怎么也抽烟了 爸爸能抽 我干嘛不能抽 爸爸那么好的 干嘛不去吃坏的 好在哪里啊好在哪里 我妈想了好久 你爸爸妈好见 你爸爸妈好见 有我这个老婆呀 弄堂里唯一一个没有结婚的 你抽烟了 你抽烟了 但他现在年纪大了 我妈全家都反对他抽烟 他一抽烟就被我妈逮住 我妈就说老头炸怎么 声音反掉了 老头炸怎么又抽烟了 一下没控制住 老头炸怎么又抽烟了 儿子能抽我干嘛不能抽 儿子那么好的 干嘛不抽是坏的 好在哪里啊好在哪里啊 我妈想了好久 你儿子那么好在 你儿子那么好在 讲口秀骂骂 你还是蛮好笑的 但我爸不认同的 我爸真的 他纯设直软抽烟 50后 他没有使他兴趣爱好 而且很不理解我 尤其是不能理解我做这个事情 他每次晚上看到我出门 来到剧场 他都会忧心忡忡的 抽口烟 他说 怎么又出去搞笑了 你们又不幽默的了 会花钱来看你的 真的什么人啊 我说爸你错了 今天没有花钱 他喜欢抽烟 还喜欢给我讲歪理 他说你们年轻人也抽烟 我观察一下大城市里年轻人抽烟的比例 也有 但方式改变了 很多年轻人不抽传统烟 抽电子烟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见过电子烟吗 见过就这么大小一个东西 对不对 通常挂在脖子上 电子烟 我第一次见到我还不知道这是电子烟 我还在想了 哎 中国怎么这么多足球教练呢 挂个哨子是什么意思啊 但我觉得 电子烟这个东西抽的人都特别嚣张 电梯也抽的 我朋友一边抽还会一边向我介绍 他说Storm你闻一下 这草莓味的你来闻一下 我觉得 与其抽烟还不能抽传统烟 因为传统烟酷有腔调 还是讲到电影 黑社会电影 大哥永远是抽传统烟了 大哥 无间道看过吗 看过曾志伟 对不对 大哥肯定抽传统烟 大哥曾志伟这样啊曾志伟 这是他的真实身高 你们表演个模仿秀好不好 曾祖阳 算命的说 我是一将功臣万古枯 兄弟们给我干它 大哥用 大哥能抽电解吗 大哥能抽电解 大哥还说话来 兄弟们 谁有Type-C的线 我没电了 大哥就不能抽电解 但我觉得不管抽什么烟都是不好的 希望大家尽早戒烟 我想了一个办法 想帮我爸戒烟 怎么戒呢 就从源头戒起 什么意思 他买烟的那一刹那 你就不想再抽烟了 怎么做到呢 就在烟盒上写一些有警示作用的标语 朋友们 我们现在国家烟盒上写什么字 洗烟有开 但你觉得这些字有为例吗 没什么为例是吧 我爸一看他吸烟也会健康 吸空剂还有病毒 他死了 算了 有点道理的 有点道理的 不得不佩服他 说明这些字没有为例 对不对 要换一些有为例的字 能够震慑住他 而且我觉得中国地大物国 每个城市省份的 年纪大的人脾气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因地制宜 不同的地方 应该写不同的字 以后我建议啊 在上海啊 老头一买烟啊 旁边就写着 你在抽烟的话 拆迁拆到凤贤去 哦 吃了凤贤 凤贤 凤贤 凤贤太短了 接了笔神多块 你相信吗 长到快乐啊 我有个很哲学性的问题 自己也在想啊 思考是能够让人更快乐 还是更痛苦 至今没有答案 但我去年真的做了很多思考 我有个朋友问我 他说Storm 如果一个人 有很多很焦虑的话 却不选择说出口 如梗在后般 那是说明成熟 还是说明怯懦 我说那是说明奥密克戎 第四天 你们想聊这个话题吗 想不想聊 想不想聊 给大家讲一下 上海是重点城市啊 去年 四月到六月 给大家讲一下我四月到六月的经历 好吗 好吗 好 我那三个月不在上海 这真的 不能骗大家 虽然不在上海 但这不能减少我任何 因为这些事情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因为我在外面也很不方便 我走到哪里啊 都是一开始很正常啊 什么行程嘛 什么健康嘛 对不对 然后他看到我身份证 他说 石先生你是上海人啊 机场的石先生你是上海人啊 你合算有没有 我说我合算有48小时 他说上海人48小时不行 那48分钟呢 来来来 我免费再测一个 合算测一个 走到哪里 就是上海人测一个测一个 来上海人测一个 走到哪里 上海人测一个 很散 朋友们 一个人只有当自己落难的时候 才能彻底地体会到别人的苦难 我只有在那几个月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我们河南同胞的苦 现场有河南人吗 有没有 有一个人 我给大家讲一下他的苦难 你是个河南人 尤其是个河南男性 真的活得很痛苦 你只要走在路上 和两个朋友走在一起 总有两个自以为自己很幽默的傻逼 你会说 你河南人是吗 那请开脱一个脱一个脱一个 脱一个脱一个 脱一个 脱一个 我们就是上海人 脱一个脱一个 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最过分的 有一次我去一个成都一个酒店 然后一开始也都很正常 什么绿码啊 行程码都很正常 然后他看我身边的 徐先生你是不是在上海人啊 等一会儿走 打个电话 等一会儿走 他打电话 我说 来救一个上海人 我商量乡 好 我笑得了 他说 徐先生啊 因为你身份之类的上海人啊 所以我问一下啊 你去过上海 这算什么问题啊 这要怎么回答 我必须很哲学的回答他 我说你听好啊 我第一次去上海呢 是1987年 一男一女带我去的 然后他说 那够早了 来 没关系 陆珠强 我们还免费的核酸 这一个 这一个 来来来 我其实觉得这个疫情 很神奇啊 三年时间 本来应该是一个科学 或者医学上的事情 但渐渐好像演变成一个 人类学 甚至是社会学的事情了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还记得吗 2020年以前 我们都是中国人 你们还记得吗 2020年前我们都是中国人 2020年 你是武汉人 我是其他地方的中国人 2021年 你是西安人 我是其他地方的中国人 2022年 你是上海人 我是其他地方的中国人 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 但我其实作为一个 边缘受害者 我其实也不会怪任何人 真的 我觉得这种想法 也挺正常的 因为我自己 在外面那三个月 如果我看到或者听到其他逃出来的上海人 我的妈也很害怕 我说你干嘛出来啊 我一个人逃出来就可以了 我会把我们咖啡的种子传到哥伦比亚去的啊 你干嘛出来害人啊 我觉得这是人类的底色啊 英式力道趋利避害 咱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和自己的处境有关 仅此而已 没有谁比谁高尚 就是相当于再给大家举一个实验 大家有没有在丁字路口 没有红灯的丁字路口 人行道上走 对不对 你作为行人 你肯定觉得啊 这个路上我行人肯定是最大的了 对不对 我行人肯定最大 我随便怎么走好了 反正没有红灯怎么样 我玩手机走了慢点也没有人 我行人肯定是最大的这条路上 因为我是个行人 你看到有个车过来 你说你干嘛 你想撞我 你敢撞我吗 你不要碰到我就倒下来 你相信吗 你还按喇叭是吗 我就不走了怎么样 我跳breaking不走了 你相信吗 在路上行人就是最大的 对 这是你坐行人的时候 但你有没有开过车 在相同的路口 然后你看到前面一个行人 行人就先走吧 然后他越走越慢 越走越慢 开始玩手机了 你会在想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我这一辆车 一天要创造多少GDP吗 我这车肯定是比你创造的钱多 你快点走 你快点 你怎么还跳舞了你啊 你太不要脸了吧 这时候你会做一个决定 你看一下保险单 交强险赔25万 干死他 你这肯定是 任何人都是应势力道 趋利避害 没有谁比谁高尚 朋友们 跟大家讲个好消息 今天的专场 正式开始了 好不好 你们见过世界上 有这样的专场吗 讲了三十分钟 才正式开始了 是这样 刚刚那些段子呢 在这个专场里 是我在2020年到2022年 有一些分控的时间在家里想写的 然后我觉得它最好的归宿就是放在最前面 没有想让大家想到我这三年在家里想的是些什么东西 看看能不能跟大家共情 接下来才是这个专场的主题 这个专场主题是讲一下我怎么从小到大从一个小憋三 变成现在讲脱口秀的这样一个人 我也不觉得我有文艺细胞 是我妈比较有 我妈初中的时候就让我开始学弹吉他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游鸿鸣很红很火 大家知道游鸿鸣是谁吗 知道 也你可能不知道 游鸿鸣就是创作型的人 他就相当于现在李荣浩的感觉 你能知道吗 你能知道 而且他那个时候的女朋友也是杨成林 哇 特别吵 然后乐坛长青树杨成林 开玩笑 开玩笑 不要冲我杨成林 弹吉他 楼下那个女人听过吗 下沙 地下铁 对不对 但我弹着弹着就去打网游了 因为我觉得弹吉他是这样 打网游这样 没差多少 后面我妈就发现了 她把我拉开 不弹吉他了 她送我去唱歌合唱团 我真的挺喜欢合唱团的 经历过之后 而且我觉得大家将来有孩子 或者现在有孩子 一定要去送这合唱团 合唱团是很能锻炼 集体主义精神的地方 为什么 你想一下 一个合唱团 这么多人 缺一个少一个 无所谓 但是都要去 这就是集体主义精神 所以前一班 那我对合唱团有个意见 就是我们以前参加的男生居多 然后前面是低音部 后面是高音部 对不对 然后合唱团我最大的意见 就是每个男生 都要画一些很奇怪的妆容 你有见过吗 就每个男的就这两个腮红 很大的腮红 上面一个点 然后不仅有个这个化妆 而且还搞出一个很难搞的笑 就搞出那种别人逼着你笑的笑 你有看过合唱团的笑容吗 每个男生都这样 这位两个腮红 上面一个点 每个男生都是这样 唱出来的歌也是一尘不变的 第一首歌永远是大海啊母亲 永远是这样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孤小 孤小 我觉得这边人笑的稍微热情一点 你们没听懂是吗 因为后面是高音部好不好 我跟你讲 为了惩罚你们 第二首歌就直队在这边唱 然后 我跟你们不开玩笑了 真的啊 你以为我会转过来是吗 会妥协是吗 不会 第二首歌一般是让我们荡起双强 这边的朋友是不是 你们声音有点弱了 你们有点 得到我就不需要我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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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荡起双强也是 手伤动作特别多 这首歌 就是 就是 让我们荡起双强 小船 有点差不多了 神思历劫来的 小船 小船 哪儿 推开 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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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归了 你们回归 你们回归了 你们回归了 我是觉得这个合唱团 一是唱歌我很喜欢 但这个歌啊是真的一直不变的 我们能不能更新一下 问问现代中华曲库增加一些 我建议以后 我上次接我侄子二十多年之后 还在唱这些歌 我建议以后学校里合唱团 应该唱新的歌 应该唱这个歌好不好 唱这个 请你太美 Beautiful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还有几个人没笑 给你们解释一下 Beautiful是美的英语 好不好 这位朋友要加强美的学习 你们呀 这是我初中的时候 文艺相关的就是唱歌 然后我高中考了还不错 考进我们阳谱区的一个重点同学 考完之后我就觉得 还要学个屁啊 都考进重点高中了 人生不就这样了吗 这倒是想法 所以我高中就迷上了 打网游还打篮球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喜欢到什么程度 老师三年对我的品德评语 也和篮球有关的 第一年是球打得不错 学习要进步 第二年是不要因为打篮球而荒废的学习 第三年是放弃吧 你打不上职业篮球的 朋友 朋友们 谁曾想 1米85 1米81.5 我说多了 老想刷抖音 都是185 大帅哥 没有 谁曾想 朋友们 1米81.5的身高 竟然没有打进NBA 谁想得到 没人想得到吧 我也想不到 我比我爸高15厘米 没有打精神别啊 真的想到 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呢 我那个高考就考得很差 然后本科没有考上 大专呢 我也不愿意去念 然后我当时就想去工作了 然后我爸听了就很生气 他说小成了 你还去工作啊 你大学都没读过 工什么做啊 别人以后上班开会 你都听不懂 我说爸 我以后找个不用开会的工作 我当时人生梦想的工作 逝去 大家不要笑 耐克 Air Jordan店 卖鞋 不要嘲笑我的梦想 当时我真的梦想 为什么很能理解 就喜欢打篮球的男生 会喜欢乔丹 你喜欢乔丹 就会想去他的地方工作 很正常啊 对不对 相当于你崇拜马云 你会想去阿里巴巴工作 很正常 你崇拜马化层 你会想去腾讯工作 很正常 你崇拜刘强东 你会想去明尼苏达工作 很正常 你崇拜李彦宏 你会想去莆田医院工作 很正常啊 对不对 这个段子不看新闻 不看报了 都不知道我什么好笑 但大家如果对筹鞋 有一丁点了解 你就知道 AJ Air Jordan 在筹鞋里不错的 属于筹鞋里的奔驰 对于我这样一个 摄氏卫生 高中毕业生来说 不可能一下就去那里打工的 所以我当初的计划是 先去我们国产品牌匹克 累积一下经验 我计划好了去面试 我喜欢 Aer Jordan 还有一个原因是 一首关于乔丹的歌 你们听过吗 叫 I Believe I Can Fly 我当时去18岁啊 去匹克面试啊 上海总部啊 一进去 他们那个歌也不运动 一进那个门 他们放的音乐是 怎么全家错试到了吗 怎么样 但我不管不顾啊 还是继续坐下来 我坐下来 对面HR女神啊 她看着我的简历啊 她说 哎呀小伙子 梁牧匹克上班啊 长得还不错 怎么来这里上班的了 小伙子 你吃得几苦吗 我说 我吃得几苦 她说 哎呦 上海的啊 吃得几苦的 不多的 长得还不错 怎么来这里上班的了 我们这里加班没有钱的 我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只是当你们是垫脚师 我没说 反正态度上问好了 小伙子 长得还不错 怎么来这里上班的了 然后她继续翻 本来已经录取我了 然后她翻到最后一页 她说 小伙子 你才高中学历啊 我说怎么了 她说那我们不要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 以前也是一个高中学历 你们洋舞区的人偷鞋子 千真万确 她说以前 一个和我一个区的人 高中学历偷鞋子 他就断定 我也做这种事情 就把我给拒绝了 我当时回去的时候 真的没想通啊 失落到几点 我在家里睡了三天三夜啊 朋友 我不是说 匹克这个品牌怎么样 匹克品牌很好 国产 民族品牌很好 但你想想看 卖鞋都被拒绝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啊 我想不到 三天之后我想通了 我想到是我找工作策略出现问题 求职是这样 你不能觉得自己是个五分的人 只找五分的工作 那这样永远只有这一些范围 你要把零到十分的工作 都去找一遍 扩大范围 大家能懂吗 我想通之后 把清洁工到CEO都去投了 等他们来回复我 其实找工作和谈恋爱差不多一个道理 在座肯定有人单身 不一定是你条件不好 是你觉得自己是个三分四分的人 你只找三分四分的恋爱 那永远只有这点面子 你要扩大攻击范围 能理解吗 你逢个人就问 你说你想和我恋爱吗 你想和我恋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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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来回复你 他说哦 听说你想和我在一起 你看他也说错了 对不对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朋友们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才能赢呢 我当时投了很多简历 中了一个 是一个叫做标马的品牌 德国的 欧洲的 我觉得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然后去面试也过了 人生第一份工作 当时18岁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在上海新世界商城两楼 标马专柜去上班 很开心 第一天上班就有点失望 为什么呢 我本来觉得 就是运动品牌的店员 在不卖鞋的时候 应该做一些和运动相关的事情 我本来以为他们应该在什么 做佛城啊 做Hit啊 没想到他们在聊八卦 我就很失望 但我就不和他们同流 我要把这个标马鞋的产地价格 性能材质了解得一清二楚 客人过来我对大如流 然后客人一听 哎哟 好像听上去 你们这个标马鞋也不怎么样啊 我说啊 是不是怎么样 你要买好的鞋子到前面Air Jordan去看一下 把客人都推过去了 久而久之就被他们发现了 就被他们辞退了 辞退就更想不想 我想哇 国产品牌不要我 国际品牌也不要我 我里外不是人啊 我怎么才能完成自己的梦想 后面我想出一个道理 其实找工作求职 任何人就要记住这四个字 可以找到任何工作 这四个字叫做认识熟人 所有工作搞定 我当时知道一个家伙啊 他是我们高中的 然后他高一毕业 他就 高一毕业他就退学了 然后通过三年的努力 他当时已经当上了耐克 上海区域副总经理啊 你有没有啊 听你有没有啊 我当时看他的眼神 就相当于你们现在看我电影上啊 就这个感觉啊 诚惶诚恐啊 向他打电话我说 兄弟 我想找一个工作 你能帮我吗 他说没事 包在我身上 一个星期之后 他就给我回复了 他说啊 你去五角厂店上班吧 哇 好开心啊 我说 哎兄弟 是这样 我很开心你帮我找工作 我说 但是 哎 是这样 我们在高中时候也没什么交集 你很早退学了 你为什么肯帮我呢 然后他说了 哦 因为我了解到 我们高中就你和我两个人 没有考进本科 我不帮你 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 我很感谢他 就当时真的 19岁刚过两个星期啊 就找到了这份工作 去上海五角厂店 那一刻就能上班 完成了我人生的梦想 试问谁这里 可以19岁 能够完成自己人生 没有了吧 除了我和梅西之外 没有了吧 我当时第一天上班特别开心啊 这个动作很有点不对 然后 然后第一天上班特别开心 然后我到了那个店 那个店非常小 还有一个人就是店长 然后他看到我 他说小学你来了 哎哟小学你来这里上班 长了不错怎么来这里上班 他说小学啊 我们这里没什么事情啊 你就先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鞋的什么性能价格 你了解过吗 我说了解过了 我在标马的时候已经了解过了 他说你了解过了啊 没有其他事情 擦鞋吧 擦鞋 哎这不是我人生的梦想吗 我就开始擦那个鞋 擦着擦着 他们那个音乐就响起来 就真的是 I believe I can fly 一边擦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就很爽 大概擦了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店长和我说 他说小学不要擦了 你陪我去抽根烟 其实我觉得陪什么领导抽根烟 挺正常的 但你们想过嘛 我们店里面就我们两个人 我们都去抽烟了 谁来看店 我说店长啊 谁来看店 他说啊 让潮丹自己看吧 然后就 奇迹不负责任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楼梯井 开始抽烟了 对不对 我不抽的 我陪他抽啊 店长抽着抽着还和我说来 他说小学 你闻一下这草莓味 抽的时候他问我问题 他说小学 哎 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说我没什么兴趣爱好 我就喜欢打打篮球啊 打打剑脑啊什么 然后他问我 他说小学啊 哎 你平时喜欢开会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要上班第一天他在考验我 所以我说店长我当然愿意开会了 以前那个匹克不给钱开会愿意开 肯定开会免费开肯定开 那么店长听完之后他笑了笑 他说哎呀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走了 留我一个人啊 在楼梯井里发呆啊 我职场新人啊 我就有讲错什么话得罪他了吧 我就立刻打电话 做那个区域副总经理朋友 我说哎 所以我们店长那个找我开会 我说免费人意开 然后他就走了 是什么意思啊 我朋友给我解释了 大概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上海 开会有可能是一种黑话 开会有可能指一群年轻人 七七八八个晚上到一个地方去 不仅一起喝得烂醉 还一起 做这个事情 他们叫做一起开会 我当时一听了 我妈就吓死了 我真的吓死了 我想卧槽 我到这里来上班 是想让中国人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的啊 你叫我做 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做呢 朋友们 讲脱口秀不代表 做这个事情好不好 当时真的吓死了 我都不敢回去那个店 我的饭盒还在那边 我怕他们在我饭盒里下药 太可怕了 我自己心里翻嘀咕 我想啊 要不要就走了吧 不回那个店了 哎 那梦想怎么办呢 哎梦想 曾经有过就好 我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时候 差不多十二点 我爸在看电视上 翘了个二郎腿 他看到我 他说小丑老 怎么 说好上班回来了 我说爸 他们上班还要开会 我爸说 我就说过吧 你没读过大学 开会都听不懂啊 什么东西啊 我说爸 他们开会是 这个意思 我爸一听也吓死了 然后他说 我就说过吧 你没读过大学 都认识这些乱七八糟的人 他把我人生当中很多失败 都归介于没有读过大学 然后从06年一直到08年的两年 我就没怎么工作了 我觉得工作场合太险恶了 然后06年到08年两年 我在备战北京奥运会 你们肯定觉得你有什么好备战 北京奥运会的 我再选看羽毛球还是乒乓球 好不好 很难选的都很精彩 好不好 08年到秋天的时候 奥运会结束 真的没有理由不去上班了 但我又真的不想上班 我妈就劝我出国流水吧 但她不是这么说了 她说 儿子你看啊 你现在在我们国家 也不工作 也不学习 要成为我们社会累赘的 要不你出国留学到他们国家 成为他们国家 当时的想法是去澳大利亚 因为我在澳大利亚 一是有亲戚 二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好 拿绿卡移民的国家 为什么要拿绿卡呢 因为我妈不想在中国再见到我 很简单 当时澳大利亚操作流程 就是你学一个专业 毕业之后工作两年 就可以拿绿卡了 当时呢 他们替我选的专业 是汽车工程专业 当时觉得挺好的汽车工程 我想啊 我在那边学三年 学了最先进的新能源技术 然后不管去哪里 回国之后吧 也可以像特斯拉老板 Elon Musk那样 用新能源技术改变世界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改变世界 没想到我在那边学了三年 他们从来没有教我们 任何新能源的技术 都教我们怎么上车实践 所以我回国之后 我朋友说 Song 你是厉害啊 你到澳大利亚去读蓝箱 鸡胶 我妈还说了 她说男孩子都喜欢汽车的 对 是喜欢汽车 有人喜欢修车吗 就像你们喜欢喝红酒 有人喜欢采葡萄吗 有人啊 不一样的事情 但当时不知道 报了这个学校之后呢 雅思也考过了 之后到了关键的 就是拿签证 拿签证其实特别复杂 我觉得多多少少啊 西方国家对中国 是有一些签证的歧视的 怎么说 大家疫情前也没有拿过 那种申根或者美国签证 日本都有 它不仅要你填表 还要有个财产证明 只有中国会 基本上只有中国会 财产证明的目的呢 就是要你证明 你有这些钱 你不会在他们国家 我一非做他也不会赖在那边 你会回来做这个东西啊 我们呢 留学签证不仅要财产证明 而且要坐下来 一个签证官一对一聊天 你使他确定 我毕业之后 不会赖在你们国家不走的 但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 赖在他们国家不走 那怎么办 那和他聊天只能骗他了 不能让他察觉出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记得是09年夏天 在徐佳慧 然后一对一坐下来 对面一个男的 他是华裔 他问我 他说 CCR徐先生 你要去我们国家澳大利亚 读这个汽车工程 automotive technology 这个翻译啊 请问你毕业之后要干嘛呢 斩金结条 说毕业之后当然回中国了 你知道我在上海 有多少法拉利药说吗 他说哇 你有这么多法拉利药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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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第二个问题 徐先生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对我们国家澳大利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What'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Australia 我其实知道挺多东西的 但我不能说实话 一说实话不就露出马酒了吗 所以我说 我知道你们澳大利亚位于欧洲 首都叫做维也纳 那叫奥地利亚 那叫奥地利亚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他说你完全不知道还在留学啊 Oh very strange 非常奇怪啊 然后他后面又提了七七八八个问题 我都躲闪掉了 到最后一个问题他问 他说徐先生 你最喜欢澳大利亚什么东西 What's your favorite thing about Australia 我喜欢了挺多的 悉尼墨尔本 大宝礁黄金海岸 但我不能说 说了不就露出马酒了吗 所以我只能说 我最喜欢你们澳大利亚那个森林大火 非常漂亮森林大火 那个人听完他脸都绿了 他说徐先生 听上去你这种国家澳大利亚 有好多误会啊 来 这个是留学签证 去看一下 就这样拿到了朋友们 激将法 人生处处识兵法 不仅高启强看顺势兵法 很多时候你越不要什么别人就会越给你什么 哎哎 我不知道大家在疫情前看到过那些什么有人说年轻人很多被什么美国拒签不大公平啊大家觉得被美国拒签或者被什么生根拒签年轻人很多因为年轻人知道了太多了容易露出马脚让人觉得你在那边有什么想法老头子老太子很少被拒绝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就要保持这种伴助吃老虎的心态 嗯 以后再去美国旅游 他问你 Where you want go to in USA 你不能说 I want to go to New York Want to go to Chicago 太多了 你说 I want to go to 武当山 太可流说 因为美国没有武当山来去看下来来来来来来 嗯就拿到千金了 然后留学是09年 呃 岁末 然后年底的时候 去澳大利亚留学 不知道大家这里现场的观众有看过那个牵手失败那个专场吗 有多少人看过鼓鼓掌吗 还挺多人啊 千手失败这个网上的专场可以免费看 没有看过 很合你们的口味可以一样免费 只是现场不会这样啊啊啊这样的好不好 啊千手失败这个专场 讲的是爱情上的事情 在澳大利亚 今天呢这个专场讲讲事业 其实也没什么事业 我觉得澳大利亚对我留学最大的帮助呢 就是帮我起了这个英文名字Storm 这是最大的帮助 因为我原来的英文名字不叫Storm 我原来的英文名字叫做Rabbit 真的叫Rabbit 为什么叫Rabbit 我属兔你们还知道吗 还知道朋友们 是还知道 其次呢我很喜欢一个说唱歌手叫Pizamo Eminem 然后Eminem呢演过一个电影叫八英里 在八英里里他的角色就叫做Rabbit OK 然后我想老子是Yung Pooch M&M 我也要叫Rabbit 为什么会改名啊 因为我去留学 然后第一天呢 我们课堂里面呢 老师要在全班面前点名呢 我们班级里面全世界所有同学都有的 中国韩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都有的 老师开始点名了 老师点了 Apple 到 你知道中国一般同学的英文名字 跟他妈沃尔玛的超市购物单一样 你有遇见过吗 Apple banana milk 到到到到到到 你有遇见过吗 然后继续点名了 Moon 韩国同学到 巴布巴巴巴巴巴巴 印度同学到 然后他看到我名字 他还没念他就笑了 还没念他就笑了 他就 笑了比那个和尚还夸张 然后他不敢确定 他很小声的再问了一遍 他说Rabbit 我在最后一排我又不知道了 我说到 Here Present 我老是标型大汉 澳大利亚人比我还高啊 走到我面前啊 语重心肠的再次问我 他说 Are you sure 他说你确定 Your name is Rabbit 我当时又不知道 我说Yes 等一下 What's wrong 叫Rabbit不是很正常的吗 我同学叫什么Monkey Tiger 不都有的吗 老师听傻了 他一过来他和我说 听好听好听好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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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 一直用这个名字的话 他说If you kept using Rabbit in Australia 他和我说 You will be raped 我说什么 说什么 什么东西 没鼓掌的朋友可以跟着鼓掌的啊 好不好 不要暴露自己好吗 我们 我说什么东西 二十岁出责什么都不同 什么东西 我 心里跟大家的疑问一样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 Why why why老师 我说Why Why why why老师 老师说了 Because Australian people love to fuck animals 我说 这就是烤拉越来越少的原因了吗 后面改名就叫Storm了 我们学校真的是一个挺不争气的学校 就是蓝箱季校没趣 一周五天 只有两个白天要我们上课 其他时间呢 放我们出去 美其名曰社会实践 但我不大喜欢出去玩 我喜欢在家里宅着上网 大家知道吗 就是国外的网站和中国是不大一样的 可以看到很多那个东西啊 但我没有看那些东西 当时09年开始 我就喜欢上了看 在YouTube上看那些欧美英国美国人 讲脱口秀的段子 我一看就着迷了 我就哇 这好酷 一个人一个麦克风 面对一百个人一千个人 甚至屏幕前一百万个人 能够把自己的笑话观点 融进成幽默和大家分享一起共情 哇 太酷了这件事情 我将来也要做这个事情 下定决心 我当时就在百度搜 中国有没有脱口秀俱乐部 百度给我推了两个莆田医院 然后膳都割掉了 当时其实中国 据现在了解也是没有的09年 那我想怎么办呢 澳大利亚有 但澳大利亚当时又不能去抢 因为我的身份是留学生 留学生呢只能做和专业差不多的事情 你做其他事情被别人抓住要遣返回去 那到底怎么办 我真的很想讲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一定要学修车学了很好 学完之后找到工作 工作两年 拿到绿卡 辞掉工作 再去讲脱口秀 大家听到吗 我的脱口秀梦想是通过修车来完成 我知道这个之后就奋发图强的学习啊 我们老师也很给力 我们老师给我在我家附近 找了一个修车厂的实习工作 很有可能留下来 我家当时说在墨尔本留学 其实那个区不叫 不是墨尔本 叫Thomas Town 很远肯定没人知道 这远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可能是那个小镇上 他们历史上唯一一个见过的中国人 甚至是亚洲人就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的一言一行 不仅代表了这个民族 更有可能代表了这个种族 就我做什么事情 他们觉得亚洲人都做这个事情 你懂吗 就比如说我尿尿分散 他们觉得亚洲人都尿尿 但我很讲礼貌 他们觉得亚洲人都很讲礼貌 这就是有时候一个人的一言一行 会影响到一群人 我们当时那个公司或者是那个修车厂 其实还挺热心的 里面同事都很好 但我发现 蓝领灰领在澳大利亚 不是非常有见识 他们很喜欢跟我说话 在问出来的问题 有些时候有些奇怪 他们很喜欢 把他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任何和中国有关的 都过来向我求证 我变成他们的中国大使馆 有一天有个同事走过来问我 他说Storm 我昨天看那个新闻上面说 在中国黑龙江省有一个汽车爆炸事情 然后他问我 Is your family okay? 这什么问题啊? 我家里人和黑龙江爆炸有什么关系 那我只能装到底了 我说 妈妈妈妈都炸死了 这个问题脑袋不大好 我们老板是一个挺出色的人 他虽然是澳大利亚人 I don't do your funny thing 过来工作 没有关系 就说 哇 意大利人很相信我 我说 我的未来就在你手上老板 他对我这么好 我也要报答他 我曾经替这个老板 背锅 什么叫背锅 就是差不多在那里工作一年 有一天我在后面一个很高的地方 修一个大厂 然后突然我也不知道是他踩空了 他还是不留意 就人从六米高空走 哇 被饶地摔在地上 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 卧槽 我这个AJ不防滑 什么烂鞋子啊 还不如匹克呢 我说老实话 你们有没有从六米高空摔下来过 特别痛苦 感觉全身都在痛 但我知道自己还活着 但又接近死亡 这是人生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我不知道你们啊 我接近死亡的时候会出现 人生走马灯的情况 我会把以前的事情都回一遍 我就躺在地上很痛苦 我在想 哎呀完蛋了 哎打篮球没有打好 吉他也没有弹好 哎呀早知道和他们去开会了 我的妈 你们感受到幽默的强大的力量了吗 真的很痛苦 哎一般听到这里朋友们都会问我 有人说 哎你干嘛不喊人呢 你喊人来帮你 我想过喊人的 我想过如果喊人之后呢 他们会打什么医疗救助 但医疗救助之后呢 还会打工会 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工商事故 然后工会呢 肯定会调查之后 会惩罚我们老板 惩罚我们老板之后呢 老板受到惩罚 他就不相信我 就不给我拿绿卡机会了 我不拿绿卡机会 我就不能留在那边讲脱口 我说我不开始讲脱口 我说你们今天来看谁 我是为了你们没有喊出来好不好 在地上差不多僵持了 我说我一个半小时啊 就这样 像一个被踩过的蟑螂一样 然后我就站起来了 站起来之后 我还表现了自己很健康 很强壮 不然就露馅了 是不是 我就这样 哦哦哦 耶耶耶 I'm ok 哦哦哦 I'm ok 我就走走走走 走出去了 然后走出去了那个同事 看到我他问了 冷嘲热服 I'm a rabbit 你怎么在后面搞这么长时间啊 是不是亚洲人都喜欢在后面搞这么长时间啊 下巴我激怒了 我说shut up 闭嘴 I was just playing myself 装作强壮化解尴尬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就这里一大块 现在可能没了 当时是没有到骨头 但全都皮开肉绽了 这里一大块 我当时就在家里 这样子 趴着 躺了 大概 睡了三个星期 差不多 没有特别严重的就去上班 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觉得这可能是 我为了完成我的梦想 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 但朋友们 我本将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事与愿违才是人生的常态 很多事情都不如你想象的那样 差不多那件事情过了半年左右 有一天我在车里听广播 听到广播是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发生了变化 现在你不仅要毕业之后在那里工作两年 而且你的工资要是其他普通员工的三倍 它才能证明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 政府才能给你绿卡 我当时一听这个我就急了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们老板 我说老板你愿意帮我长三倍龙子吗 我们老板说去你妈的 Go fuck yourself 像都不要像 他打电话我都看得到那个首饰 叫像都不要像 滚到一边去 那我的梦想呢 我的未来计划怎么办 我就礼拜六开车还是到他办公室去 然后我一进办公室说 老板你怎么能这样老板 老板你怎么这样的啊 他说没有办法 这是政府的柜顶 你现在就没有办法 我说老板你知道我多想留在这里吗 你知道我妈多想让我留在这里吗 你知道我妈多虚荣吗 你知道我妈多虚荣吗 我妈都在人民公园相亲角和别人说 她儿子是澳大利亚人了好不好 特别虚荣 特别虚荣 老板说我帮不了你 I can help you 自求多福吧 他没说这句话 我说你必须使出煞手奖 我说老板 我为你付出的太多了你知道吗 I've done so much for you man 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说 I've done so much for you man 你知道吗 半年前 有一次我在很高的地方 甩下六米高空 这么大一个把 我都没有和任何人说 你想想看对得起我吗 那他一听了 他往后退了 他说你什么意思 你威胁我吗 你威胁 You threatening me 你威胁我吗 他说小伙子修车 巴 谁没有让他一直要拳 你知道是吗 然后我继续向他辩解 我说老板你知道啊 这个计划我不能做事 你就帮帮我吧 然后说话肯定有点激动 就上到他就面对面的那种感觉了 然后他感觉到被威胁到 然后按一个键 然后就三个保安就进来了 三个保安进来就把我抬出去 从肠里 我被抬出去的时候一直在吼啊 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失去了这么多 付出这么多 我努力这么多 却换不回我想要的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一个保安说 因为你水腻了 事与愿违才是人生的常态 我当时被他们甩到街上 然后当即也被告知被解雇了 如果大家看过牵手失败就知道 那一周丢了工作也丢了女朋友 我觉得这是不是某种冥冥中的召唤 告诉某个人 哎 在这里的旅程可能结束了 你可能要再做下一步的选择了 我当时想法 就回国吧 但我回国我就很害怕 害怕我爸妈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我说 妈我现在回国了 我不会生气啊 我妈说怎么可能生气 你永远是我妈儿子啊 哼哼哼哼 我就知道你不会成功了 哼哼哼 我打电话给我爸 我说爸我现在回国了怎么办 他说哦没关系 哦对了 记得在飞机上给我买点米翠香烟 然后决定回来 是在2012年 9月份的时候 然后回来之后查 那时候上台真的开始出现 脱口时候俱乐部 中国其他几个城市也出现了 我就开始上台讲了 但当时上台讲的情况就是很恶劣 一周可能就一场四五个人 也没有人给钱了 可能只能做一个兴权 我也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 他会有回报 但我很喜欢讲 但我总要找个工作 来谋生的吧 对不对 但我会什么 我就会修车啊 我只能找个修车工作 然后我投了个简历 中了一个Toyota4S店的工作 我带着简历去了 我不知道中国蓝领 别人怎么看他 但他们自己不是看待自己很高的 就我去了 然后走到那边 然后那个师傅看到我说 哦 长得不错 怎么来这里上班呢 他说小伙子啊 你吃得几个吗 我说我吃得几个 他说上海人吃得几个都不多的 你长得不错 怎么来这里上班呢 哎哟小伙子 你还是留学生啊 我说对对对 他说留学生我们不要的 留学生最麻烦的 事情特别多 留在这里上班 不适合你的 走吧走 我是师傅 我真的很适合 我真的很吃得几苦 哎我跟你讲 我在澳大利亚修车的时候 六米高空 棒摔下了 这么大一个吧 我都没有和别人说 我吃得几苦嘛 然后师傅一听 小伙子啊 修车 吧 谁没有啊 然后他一圈 全市的浑身 自从受到那个打击之后 我也不想往修车行业发展啊 就零零星星工作过几次 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可以靠这个来谋生的 啊 讲这个刚刚说了 是2012年12月份 现在十年整超过了一点 最幸运的是 一是有观众 二是遇到了很多朋友 很多贵人 一个叫做Andy的人 他说我印象很深刻 实际上我在当时百度查的时候 查到上海有个叫Kong Fu Comedy的剧 然后当时是在进行 他的老板叫做Andy 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我第一次和他讲话想上台 我是那种刘过学 就所以讲话会 中文里面加点英文那种很讨厌的人 你知道吗 但我发现老外也是这样的 但是是反过来的 我和他说 我说哎 hey man 我可以上台like perform 表演吗 他说ok no problem 小鼻仔子 Andy从此之后成为我一个好朋友 他比我年长几岁 一师一友的感觉 他教会我很多的道理 有一个我可以给大家分享 他说做任何事情要出色 就要做到卓越 追求更好 现在想想你的道理 任何事情你可以做到怎么好 比如说你是一个程序员的人 我知道你会设置那种 让别人两三个脸都躲在被窝里 羊啊羊啊羊啊这种东西 我知道 程序员很牛逼 但能不能咱们追求卓越 设计一个APP 能够找到失踪的妇女儿童 可不可以这样啊 我知道 比如说你手上有点权力 秉公执法 你是很厉害啊 但能不能追求卓越 你在面对人命 在面对人性面前 能不能网开一面 有时候不要太教条 可不可以啊 我知道 你是一个诗人 一个脱口秀演员 你有个很漂亮的前妻 你写过很多书 有电视节目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能不能别老是讲 那几个他妈的离婚的破梗啊 能不能追求卓越啊 岳云鹏你听见了吗 Andy真的帮了我很多 他替我介绍了很多 我原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演出机会 然后第一次去上海以外的地区 深圳演出 就是Andy介绍的 当时在深圳 有个四川人的老板 然后就通过他找我去 我是上海人 然后那场演出三个人 第一个广东人 第二个上海人 第三个北京人 去了之后呢 发现那个场地和今天差不多大 然后一关那两百个观众 跃跃于是我就觉得可以了 然后第一个广东演员一上 就特别了 特别了 鸦雀无声 相当于 你知道默默刚刚的演出吗 就差不多 就到这个程度 但我一点都没有慌 我觉得 嗯 观众是实惑的 They are waiting for the star 然后他下来了 灰头涂量 然后我上去了 上去一眼更加冷 比刚刚更冷 都能听到观众磨牙的声音 磨牙的 观众我觉得他不仅是讨厌我了 他是恨我 他恨我都开始骂我了 在广东省深圳市 观众席突然有一个人骂我 说 你能想像吗 广东人学上海话来骂我 你能 他多么想让我听见他的骂声 你能想像吗 我演完了 20分钟 大家如果没上过台不知道 那是何等的羞耻 但是 你完全觉得这个观众 都是废物 都是垃圾 他不能跟我产生共鸣 一帮废物观众 永远不会再来了 我想第三个北京演员 一笑 一笑就 欢声笑语 全场就炸了 尤其是当他讲到 强尼亚上海的傻兵 他就是石奥版 我们也是那次认识的 成为了好朋友 他特别厉害 20分钟 就是 信手拈来那种感觉 我就特别失落 但演完之后 为大家透露一个 关于透过秀的一个内幕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是吧 就出去演出 不是靠效果好不好来收费的 就好不好我都要拿那个钱 我是很有职业操手的 你知道吗 我不会因为我冷了而破坏 这个行业那个规矩好不好 所以我结束之后 还要问那个老板要钱 我也尊重他 不让他破坏那个行业规矩 所以我还要问他要 你能想一下吗 就是一个人来了20分钟 那种沮丧的事情 还要问别人要钱 真的很难开口 那我一定要开口 我说老板 我们那个医师飞机能不能报销一下 骑士飞能不能解锁一下 他非常咬牙切齿的恨我 他说 四川长 他说你还要钱 你连都不要了 我执你一马 但他还是把钱给我了 但发生的情况就是 从2016年往后的五六年里 这个四川老板就是皮球 我不知道大家认识 皮球就在这个圈内 一直无限在传播一个留言 他就说 大家都不要请Storm Storm是世界上最不好笑的人 大家都不要找Storm Storm是世界上最不好笑的人 逢人就说 而有些时候 我发现皮球现在都不大出现了 在这个圈子里 他还录在收音机里面 放给别人听 大家都不要找Storm 但我确实也不能完全怪他 因为我那场真的演了很差 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 合理的解释的办法 怎么和他说 我现在有办法了 就如果再次遇到皮球 他问我 他说你那场为什么演这么冷啊 我说至少比春晚那几个东西长吧 大哥 我太严重了 没有问题是吧 你可能对待其他的演员 你可能对待其他什么 薛之谦什么 你跟他说 没事没事没事不一样 他们是明星 我是一个垃圾别三 我每件事情都要了解清楚 为什么突然会有人那边说话了 我不是明星 明星可以讲明星特别牛辩 讲个奇怪话 不在这个专场之内 明星可以特别牛辩 觉得话筒没有声音 我一定要他一样那个歌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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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Andy朋友好到什么程度 我们会互相交换彼此的秘密 就这么好的朋友关系 我觉得秘密就是见证两个人友谊的一个标杆 你知道越多了秘密 对方和你关系可能就越好 秘密有点像战国时期的儿子 做人质用的 就你不动我的秘密 我也不动你的儿子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Andy喝了烂醉 然后我们俩决定把自己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秘密 写在纸条上互相交换 然后我一打开 他的纸条写的是 他有一次在柬埔寨开车 差一丁点就撞死一个人 那可能是那个人跳Breaking条 但是 但是 这差一丁点就撞死一个人 我想哇 她好信任我 把这种事情都跟我说 然后我写的秘密是 我妈不是一个纯正的上海人 没有 我从来没和别人说过 我妈是苏北人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为了让屏幕前的观众搞笑 都说我妈是苏北人了 你知道吗 我付出多大把这个秘密给揭露出来 现在全中国人都知道 你是苏北人 你懂吗 就是 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件事情 我妈是苏北人 我安迪一看 哇 你们中国人对血统好认证啊 然后 但后面还是和安迪 有点脑掰了 分道扬镳了 安迪分道扬镳 安迪分票扬镳之后是17年 往后我就感觉这个圈子的机会越来越多 观众也越来越来越多 电视节目也越来越多 讲到这里有多少观众是看过脱口秀大会的提局 哇 真的都看过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 没有看到我 我也参加海选了 然后他们说他们不需要评委了 他们说有两个不懂脱口秀的人当评委就够了 自己猜一下是哪两个 但虽然没参加过那个 但参加过一个叫Comedy Central 大家知道吗 喜剧中心 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喜剧电视台 他们有那个男分很帅的Triva Noir 你们知道吗 就那种节目对不对 然后他们在19年搞了一个世界年轻喜剧人专场 然后我就去了 应该是我们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自费去了 房子拆迁了我们 没有 没有 邀请去了 去了我才发现 其实那个来头很大 但其实录制啊 不一定有Triva Noir那么好 他就录制三天 第一天全世界去了十几个演员 中国 韩国 法国 英国 什么 我们在那儿呢 要接受全世界所有记者的采访 采访的目的呢 是等节目出来 写那个宣传稿 就是他们版本的什么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东西 然后坐在那儿等记者来采访 这时候就有一个记者走过来 他说Storm 我们可以问一下你 关于中国脱口秀的事情吗 我是路透社的记者 我说路透社记者等一下啊 请你重复一下你的问题 你开门 他说工及生训练 都被人感到 resposta 一句东西 person 他那次在说 你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 制斗路透社记者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这时候又来第二个记者了 第二个记者过来 他说Storm Can you interview 我可以采访你吗 我说也可以 你是哪个机构工作 他说I work for BBC 我说BBC啊 Fake News 我们现在不做Fake News 我们想采访一下 我说你采访吧 第一次接受BBC要第一台采访 真的是第一台 我才意识到 他们其实不关心我个人的情况 他们只关心他们BBC认识下的一些意识形态问题 他第一个问题 我说Storm你在中国讲这个脱口秀 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我就没想到怎么做 出来有些时候那个摄影大哥会 搞不透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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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举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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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ич 你在中国讲这个吐口秀 有没有人不让你说什么话吗 你看来了 典型的BBC意识形态问题 OK 我说我必须很理智地回答 你是这样 我也去过你们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表演 我发现东西方由于历史 文化 环境 人文 社会 政治的不同 导致在舞台上能说的话也是不同的 但是在你们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在舞台上似乎也不是每句话都能说的 在中国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况 你能理解吗 他一听 她说Stone 你干嘛这么聪明地回答问题呢 你能不能说一些比较惨的事情 说到一半哭出来 我看过你们中国一个节目叫做 我是歌手 哭出来好不好 我说干嘛要哭出来 他说我们在做直播呢 我们有20万英国观众看直播呢 我说 哇 20万英国观众 你说20万在上海就是两个小区的人口 你知道吗 一定会特别出名的 他听完他也很生气 他说 三天啊 三天啊 然后就 然后就第一天 第二天呢 是录制了 录制呢 会场也和今天差不多大 来了150个观众 然后呢 上12个演员 一个人讲一个小时 就是录12个小时 下午三点录到凌晨三点 我能理解全世界每一位观众 你看见你最喜欢的人 坐四五个小时顶天了 对不对 所以七八点就有人陆续开始走了 但录节目走了不就穿帮了吗 怎么办 他们只邀请自己设置组的人 坐在里面 冒充观众笑鼓掌防止穿帮 到十一二点走的人越来越多了怎么办 设置组的人不够用了 他们就邀请我们这些没有事情做的演员 还有我们的朋友 坐里面 不是倒数第二个上的 凌晨一点啊 我自己觉得讲得还不错 但讲完我太累了 我就去睡一觉了回去 到第三天了 第三天是剪辑 非常重要 我走进那个技术室 就有一个白人小哥 他会说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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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m 你昨天真的讲得不错 但是一点多钟 观众真的太累了 笑不动了 真的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帮你采取一个电视台 很常规的手段 我们可以把别人的笑声 安插在你这里 很常规的电视台手段 对不对 脱口是大会也用的 是不是啊 安插在你这里 正常是很正常 但我看着看着 我就看出问题了 我看到我在台上讲 我同时在台下笑 怎么做到的啊 火影忍者们还是怎么样嘛 要死了 我觉得这个家伙 多少对中国人有点种族歧视了 他就中国人长得都一样了 对不对啊 分不出啊这个脸啊 我本来很生气的 但我真的没有那么激动 我按住心中怒火 我当时我说 哎 sorry bro 对不起 哎 嗯 Don't you think 你不觉得 this is strange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他被我这么一说 他认真起来 他脱掉眼镜 盯着那个屏幕 看了好久 然后他说 嗯 我知道了 I know he is your father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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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到这儿 然后 是这样 大家看到吗 我这个结构 其实是 差有点像三体的结构 你发现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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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1997年 什么插入于2022年 对不对 那其实我是把 我人生是 我觉得 我的喜剧生涯 说实话 从1987年到2019年 才完整 后面三年突然断掉了 所以我才把那三年 放在前面 那是最着重 想让大家听的那三年 也是最容易让人遗忘的那三年 我其实 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去年年底 这就是为什么 会脱离在这个故事之外 所以年底 我本来想搞一个专场 叫做徐霞克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有人买了12月24号 那个门票了 你看 还是挺多观众 然后 这场演出最终 无疾而终了 为什么呢 是这样 差不多接近12月20号的时候 开始疫情好像高峰了 很多人开始得病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在微博上陆陆续续地问我 他说 哎 能不能取消这个演出 能不能退票 那当然我是演员 我刚刚说了 主办方是那个剧院 主办方 但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需求 我们可以问一下 OK 到21号就陆陆续越来越多 大概有两三百个人 问我这个事情 我想两三百个人 我真的是要好好的 和那个剧院方说一下这个事情 但我们也不能很轻易地武断 就说取消什么事 因为我刚刚说了 我是拿得到钱的 但那个剧院方如果取消的话 他们就拿不到钱 他们一整年没有开过工 就指望了一场 其次 就算两三百个人 卖掉一千两百张票 对其他一千个人的安排 也不是特别公平 我感觉我好像坐在那个很经典的电车轨道问题 左边是要压一千个人加上剧院 右边是要压两百个人 我选择压谁 我感觉所有人都说你自己跳的 就是这样对不对 所有人想问你跳吧你干嘛要压我们 他必须面临一个选择 我就是在和21号 我就在和我们工作人员就开会 一起剧院方开会 然后突然我就收到一条微博at 他at我他这样说的 他说Storm 现在上海都什么情况了 你为什么不取消这个演出 然后他继续说 你看看别人效果 多么有担当 把演出都取消了 然后他给我一个截图 确实效果把2022年12月20号 到25号那一周上海的演出都取消 但我经常查他们票房我知道的 信侦队是我要了解的 他们只卖到三分之一的票 我那个是10月份就开票 立刻就没了 他给我这个结果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 那个人 他说Storm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效果爱才取之有道 还没完 侠客爱才不知廉耻 把他八言绝句都逼出来 我在开会啊 开到一半我就想取消 取消 我不能让别人这么说我 我不能让我的真结就这样毁了 朋友们 这句话我真的很不服气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爱钱的人吗 朋友们 如果我真的爱钱 我会在礼拜二的晚上 在上海新天地这样一个地方 给两场观众 做一个免费的演出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